第24轮的比赛 天津金猛虎对阵河北队 左脚 梅里达开起来到中路 后点有机会打门 这球呢 打得比较偏 二次进攻还是天津金猛虎在组织 梅里达推过篮 左边 后换到右脚 再传 到后点 头球充顶 1比0 1比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6号中卫高加润 开场13分钟 高加润开场13分钟 投球得分 帮助球队取得了1比0的领先 方的后卫 邀许晨今天打的是左后卫 这个对于他来说 确实 哎呀 没办法 没办法 这完全的身体劣势 看看这次 梅里达来开脚球前点 投球顶到了 文将这一下把球拿到 打力战术 往外围给 调整一下 再分边 罗萨的左脚起球 前点 哇 这球神扑啊 小将 王天将成完成一次神扑啊 在很近的距离 难度太大了 再来看一下前点 漏 哇 飘了 用手托 让我右侧转移 再抢 张卫拿到 张卫中间挑 好的 巴顿 再挑过来到进区里边 巴顿 再挑 巴顿自己打门 2比0 完成了一条龙 巴顿在右侧 完全靠哥能力杀到进区里边 面对后卫连续的挑球过人 最终是冷静的推射得分 2比0 巴顿 掌向凭分 2比1 踢不过 给踢不过 但是内容的 你可以看出来 战手方面的一些内容 还是有一定的这些东西啊 可能就是能力还是不够 这个也没办法 左脚再出来 有3比0的机会 3比0罗萨 短时间内量进两球 34分钟 金梦虎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3比0啊 3比0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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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0罗萨 不要放肚 不要放肚 没有事好了 别开了 不要放肚 来 你走啊 没得打 赫比队今天替补习上 还有张薇 赵紫叶 杨晨宇 这球进去里边 一个倒地 三分野判罚的点球 贝利奇 检查完毕啊 点球成立 现在梅里达站上点球点 梅里达左脚打得很坚决 打在了力柱上 这球 顺便 顺便 让中路给好球 推过来 看看这次 食言 时间到了禁区里 摔倒了 财富员想事 盼了点球啊 这个球 有没有越位啊 需要通过VR看一遍 犯规确实是犯规了 有一个推嗓 脚下也绊到了 看啊 看脚下 关键是脚下这一下 还是判了 还是判了点球啊 所以我就第一项目就说 这个VR的工作 今天 市民主体裁判挺难办的 因为机位少 尤其判越位的时候不好判 看贝利奇 右脚 打门 轻松的骗过门将 4比0 4比0 55分钟 贝利奇那也收获了进球啊 贝利奇靠身体漂亮 这下身体用得很好 但是对方的队员摔倒了 看看罗萨 罗萨传起来 中路后点 再传门前 空门 再打 5比0 5比0 贝利奇刚才用身体这一下 扛住对方的罗萨队员 很好 这次啊 姚道刚撞完贝利奇之后 自己受伤了 贝利奇 姚道刚像撞了墙一样 再看啊 自己受伤了 然后还把这个队友给撞翻了 这一下 没有扛过贝利奇 贝利奇这一下被撞都没动 然后后点张卫传回来 左脚射门 再打 5比0啊 5比0 对利奇 传球失误 贺不得有机会 看看这次 反击 怎么处理 左边有人 这球折射 打的力量 空门 这球打的力量小了 停球没停住 这边天津温虎的队员 也没有处理好球 直接把球停住了边线 这样的话 主打半出现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千金金分虎呢 是在这场比赛里边呢 5比0 上半场3比0 下半场2比0 5比0的大比分 七八的河北队 河北队继续着自己的连摆 售的灯物锭 电灯 糊 结束不足的 疯独着自己的